前有陈道明怒斥流量明星把职业当敬业 偷有小贤肉被台词求表扬 让王静松当场发飙 看来无论是在老戏骨眼里还是观众心中 这届明星似乎都是拿着上亿片酬 但稍微熬个夜就喊苦的矫情模样 究竟哪位明星才是娱乐圈的矫情第一名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入那些明星矫情到极致的名场面吧 2015年真人秀一年级开播 原本没什么亮点的节目 却因几场发飙吵架的戏码登上了热搜 而主角正是袁宇轩 节目里正当佟大伟为做错事情的行非进行训诫的时候 袁宇轩却突然出声指责佟大伟不尊重学生 但是我认为老师应该懂得怎么跟学生做朋友 后来节目组织学生外出体验民警工作 袁宇轩又因不想熬夜躲在一旁偷懒 面对刘云的质问她还理直气壮地说 就这样气哭刘云惹怒同那伟的这位小花 依然还是签约了杨幂工作室出演着大牌云集的影视剧 和袁宇轩一样不满老师安排的还有孟子艺 一年级里本该扮演小偷的她不愿意弄脏脸蛋 在化妆师定妆后私自将妆容改白 而她的理由是小偷不是乞丐不用变黑 在拍戏中途她还一度破掉戏服导致拍摄画面穿帮 而身为导师的袁咏仪也一度被祈祷心脏疼痛 被并称为一年级三大公主病的还有余淑欣 节目里与赵志伟排练无打息的时候 余淑欣多次因对方打疼自己而喊停 这使得排练过程极不顺畅 而实际上赵志伟的动作已经有所流利 随后对于楼一霄的指责 余淑欣反而转头找起了赵志伟的茶 把错怪在了别人身上 看我被骂了 自创造营一哭成名后 杨超越在团宗里依然延续了他的爱哭包人设 在正式挑战沙漠之前 杨超越就因吃不到米饭和没有辣椒酱 而渐渐感到不适 最后突然崩溃痛哭了起来 见此情形虽然队友们也十分无奈 但父亲还是起身为他去取来了辣椒酱 可杨超越此时依然在发脾气 总以奇遇人生第一季的评分高达8.8分 可安德拉贝比凭一己之力毁掉了第二季 当时节目组让他阿雅以及一位72岁的骑行者 一起完成骑行任务 节目刚开始 干净满满的贝比是这样说的 可好笑的是没过多久 他就以生理期为由推脱了骑行任务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 一行人的模式都是72岁的老人骑行 而30岁的贝比在后面搭车跟随 后来总刀燕都忍不住站出来问他 你们是来骑行的还是来搭车的呢 满月之下请相爱拍摄时 网络上流传着一个名为 拘敬毅敬业的视频 在点击视频之前 网友都已经做好了对拘敬毅改观的准备 可没想到的是 只见画面里的拘敬毅轻轻摔了一跤 然后工作人员一窝蜂地将其围住 一边给他擦点服 一边像哄孩子一样安慰他 随后拘敬毅的两个膝盖 就被铲上了厚厚的纱布 走到哪里都有人搀扶 或者是工作人员用轮椅推着他 还有孟美奇 拍摄朱仙的时候 对于一场摔倒在地的戏份 他曾主动要求撤掉电子 以求完美效果 网友也纷纷认可他的经验态度 可随后一场临间打斗的戏份 正当孟美奇帅气出场的时候 树枝却意外挂到了他的脸 此时孟美奇惨叫了一声 痛得直掉眼泪 工作人员也全部围上来询问情况 可伤口歧视就只有一点点 如果说女生娇气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原谅 那么选秀以团知名的选手 袁凌清则是上演了迷惑行为 排练途中 他的手指曾一不小心被道具划伤 而他顿时疼痛难忍大哭了起来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一直紧张地表示 对此网友也忍不住吐槽到 快送医院吧 再晚一点伤口就要愈合了 而袁凌清的这次生命垂危 也意外符合了成龙的某次吐槽 刮破个手而已嘛 你看现场的人 医生 那时对于这样的明星 成龙也送他们五个字 看你几十万 说到矫情怎么能忘了张大大 参加跑男的时候 他三番两次质疑游戏规则 苦于没有人理他 他竟然就跟北比告状 你说一下他 怎么了 他让我滑下去 我退一下 我退一下 等其他嘉宾纷纷跳进水里 张大大却在后面被吓了大喊大叫 哎 等等我 等等我 观众也是一脸问号地表示 真是干啥啥不行矫情第一名 许晴本是所有观众心中的性感游物 但参加花哨之后 龚主病这个标签也牢牢地贴在了他身上 那时节目组让许晴自己预定后续行程的机票 可许晴竟然是真的什么也不会 打电话给客服的时候 竟然连数字键盘都找不出来 不得不说 观众的下线也在节目里一次又一次被许晴刷新 众所周知 英年缴婚的人家轮是娱乐圈里的清流 然而人红是非多 结婚如今也变成了人家轮的桎 大概是出于对妻子的忠诚 任家轮在出道后的近十部戏里 几乎都是用借位拍摄的手法完成了吻戏 有的剧甚至没有吻戏 或者直接上替身 可是在某次采访中 任家轮曾亲口说过 就这样有网友吐槽到 任家轮大概就是守了难得缺了易得吧 不过也有粉丝欣赏任家轮这样的避嫌行为 看完一生事件 每当观众沉思着世界上还会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某些明星总能亲身验证 是的他们还能更荒唐一点 2019年高一祥事件爆发 所有人都在惋惜和愤怒 众多圈内艺人也发生哀悼 可此时张雨琪宋佳欧阳娜娜等人 接力转发的一张倡议图却引发了争议 他们高喊演员是个高危职业 并立举出威亚爆炸网络暴力等高危事项 途中还提出了艺人工作不超过12小时 拒绝疲劳工作等业内倡议 可这样的倡议却不由得让人质疑 他们似乎只想赚钱轻松 却闭口不提天价片酬 此外极客卷议才刚凭借浪姐翻红 就因自己矫情的卖惨言论翻了车 那时她坐在椅子上 对着一众站着的工作人员不停抱怨 现在当艺人有多难 最后还呼吁到 可这个视频一出 极客卷议非但没有得到理解和关爱 反而遭到了众多吐槽 吴轩仪也是迷惑言论的极大成者 在综艺上对于网友对她 穿衣风格乱的指责 吴轩仪竟然脱口而出 后来她又眉头眉尾地 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句话 这个圈子女孩不被善待 可就是这番话 让吴轩仪再次被吐槽的替吴玩夫 因为明明只是被批评穿搭风格不时髦 明明赚的钱能够一口气买下全套名牌鞋 吴轩仪却将其上升到女孩不被善待 最后就连她的粉丝也留言道 有时间去找点学识吧 别一说话就大脑空空了 张翰本想在职场综艺里一展霸总风范 可没想到因自己的各种言论连连翻车 节目里她透露自己拍戏经常要拍12个小时左右 最夸张的一次还拍了23个小时 这让高强度的工作也让她身体出现了不适 对此董明珠表示 我觉得你们比我辛苦多了 可观众认为觉得累可以不干这一行 谢谢 比张翰更夸张的是张婷 在5月22日元老去世的当天 张婷如期进行自己的卖货直播 卖的还是一款大红色家房洗杯 于是有理智的网友在直播间呼吁停播 可张婷看到弹幕后爆发了情绪 她称自己一年要工作356天 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 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一年365天我工作356天 不过更搞笑的还要数林允 毕竟这位大牌明星竟然因为 每天忙到只能睡7 8个小时而感到非常有压力 并且还向网友真挚地进行求助 无数打工人看到这句话只想说 一天能睡7 8个小时 已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见识完娱乐圈这些矫情怪 好在圈内也有不少反矫情达人 为观众证明娱乐圈其实还留有一丝清明 身为知名主持人 围绕在谢娜身上的争议不少 但很少有人知道 前两年谢娜在录制某节目的时候 曾在下山的台阶上不慎滑倒 直接摔伤了尾坠骨 据说当时节目组的医护人员赶到后 打算用担架抬她下身 但谢娜拒绝了 她不想让消息被放大 造成不好的影响 也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最后也是忍痛录完节目才去了医院 而这样真正经历的事情 又有几个人知道呢 秦海璐一直是耿直的反交达人 在综艺新厨驾道里 何杰因为做菜不小心划到了手 一群嘉宾赶紧跑过来关心 刚开始秦海璐也过去看了一下 可发现根本没什么事 她便一脸嫌弃地说 还有赵薇 面对李希瑞在演员请就位里说错台词 然后边哭边解释闹个不停 赵薇便直接对她说 至于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的黄晓明 也只有赵薇可以治得住 中餐厅里黄晓明每次想要发挥 名言名语 赵薇得用一句话对回去 贾林更是荣获了菊敬义客星这一称号 清环来到校园里录制的这一期 菊敬义一出场 贾林就说 下次上课的时候不许化这么浓的妆哦 面对菊敬义给自己童年照 加律镜的迷惑行为 贾林和杨帝双双拆台 最后贾林还开开心心的 为菊敬义颁颁了一个奖 最有心机的女孩 一能静这个小作精 也只有老公秦浩才能治得了 当时一能静无奈又甜蜜地吐槽到 我老公对着狗比对我还有耐心 可秦浩直接了当地回了一句 因为他话没你那么多 最后明星原本也是平凡人 但成为明星之后 无论是粉丝的追捧 还是天价的片抽 全都宠坏了他们 也让他们变得越来越矫情 越来越看不清自己 你们认为谁才是 最矫情的那个明星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